大家好,我们把香烟打到罐子里面去,我们用我们这个编写式人体进化剑刀仪,怎么去消灭这个香烟,消灭这个病毒,消灭这个有害物质,消灭这个悬浮的小婆粒,你看我们怎么消灭,我们把满满的香烟打到罐子里面去,然后消灭它,好,香烟打满了,香烟打满了,我们把香烟打满,好,我们这个时候呢,我们把这个机器打开, 手摸到这个名牌logo,我们复理出来了一个手摸的平底,你看我们怎么去消灭这个,大家看那个罐子里的状态,罐子的状态,你看罐子的状态,它是很快的,现在已经少了很多了,少了很多了,你看,少了很多了,片子,少了很多了,这个东西呢,一般几十秒钟会消灭它,因为一定这个, 这个机器的功能小,但是你看,你看,香烟,你看,香烟,小了很多,少了很多了,一个机器呢,它有和电,电毒电少有关系,我有两天都没充电了,这个东西啊,一定要天天充电,充满电,你看,瓶子里的香烟,几乎就没有什么香烟了, 这个香烟去哪里了,这个病毒去哪里了,病毒哪里都没去,病香烟哪里都没去,你看,香烟排在这里,你看,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,没有了,香烟去了,还在哪里,还在这个瓶子里面,但我们把它有小颗粒,变成了大颗粒,有PM2.5,变成了PM2.5, 我不管它是什么病毒,不管,包括FB,我只要把这个,把这个病毒有小颗粒变成大颗粒,它进不了我们的鼻子,我们就不怕它,所以说,这个时候的香烟在哪里,这个时候的香烟,你看,还在里面, 本是90度里面,你看,我们用那个纸巾,用酒精,放在这里面,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的,香烟可力5,香烟可力5,所以说这个时候呢,有小颗粒已经变成了大颗粒了,我们不管是病毒,还是乌霾,我们不怕它,我们只要把它有小颗粒,大颗粒变成地,掉在地上,另外一个问题呢,我们这个设备,它可以,技术人体,可以提高人的免疫能力,高龙路的护理只可以消烟撒菌,可以提高免疫能力,它是很强的, 所以说,我们大家在这个渔行的时候,我们好好的用好它,才是我们要唯一的要求的路,谢谢大家